分享开心 分享快乐 大家好 我是虫虫 大家呢 一定记得两周前我们这个群内的游虫经营赛的决赛 大家看一下当时参加比赛的这八个选手 当时是连完了六盘 然后我觉得比赛还是比较精彩的 结束了以后呢 八位选手把主视角的六盘录像都发给我了 这个当中这个玩家啊 他叫雅致何旭金驰 他是我的一个群内的粉丝 然后呢 他是决赛的这个预赛的时候排名是排第十的 就是因为那个预赛的时候任那个他这个不能来 然后呢 就是找了这个任不能来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那个夏EPS他也缺席 所以呢 这个雅致何旭金驰呢 是以一个替补的身份来参加比赛的 当天他发挥的比较一般 他觉得自己主视角的这个录像打的一般 估计评分了的话也不一定能拿奖 所以他就跟我说就放弃这个决赛的这个评分了 然后就没有把主视角录像发给我 剩下的七位玩家呢 七位选手都已经把录像发给我了 所以呢 我们那个最后的这个评分呢 也已经出来了 因为录像比较多嘛 而且要细细的打分 这样的话呢 这个时间也比较长 就两个礼拜的时间 这个周日的 上周日的时候呢 所有的评委都已经把这个打完的分给我了 嗯 然后呢 我们那个 就是打分的这个细则什么的 那个大家看一下 就是以这个 嗯 BBD他打的分吧 来看 就是分为选将 排序 大局观 然后亮点加分 如果就是评委觉得 这个玩家他的思路非常的好 他这个出牌 比如说一个思路 觉得可以有亮点的话 就可以给加分 然后还有胜利的加成分 这些就是评分的细则呢 我这个比赛的宣传视频里也已经说了 还有就是点评 如果你觉得这个需要 嗯 跟这个选手说些什么的话 你觉得他这轮打的有什么问题 很大的问题 或者是打的特别好的 都可以说啊 这里边就是 大家就看一下 我们每一局比赛 每一个评委 每一局比赛都有这么一个表格来评分 然后最后评分进行了一下汇总 大家看一下 这是汇总的得分啊 嗯 评委团呢 这个人数少了一个人 因为活数有事 所以呢 这个活数就没参加最后的总评分 嗯 然后呢 这个BBD替代黄金神将来当评委 黄金神将也是啊 在国外上学 所以会比较忙一些 嗯 我相信BBD的水平大家都知道啊 那个二区我们二区的那天英才 所以他当评委也是 会很客观公正的来打这些比赛的 嗯 然后大家看一下总分啊 嗯 这几个一共是七位选手 参加了最后的这个总评分 嗯 最后的总分呢 这个重粉的得分是排在第三名 嗯 然后这个寿司的得分是805分是第二 嗯 然后PK呢 它是最高分是817分 那个PK它是这个得的冠军啊 就是 嗯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前三名就是PK 然后寿司还有重粉 嗯 这个闪电奖呢 也是最后闪电奖是PK跟重粉都被 都被批了啊 然后他们俩这个都被批了以后呢 这个我们最后大家下来玩了一场闪电加时赛啊 就是无脑挂闪电 无脑刷牌 呃 无脑把赶紧把闪电刷出来 然后最后看批谁啊 最后批的是重粉 所以呢 重粉读得了一下这个闪电大奖 嗯 我们来看一下啊 就是游重青云赛这个关押击军 嗯 我们当时觉得图这个 我的位置站错了 我应该站最边上的啊 然后这样大家就错误看吧 第一名是PK 啊 第二名是寿司 第三名是重粉 啊 然后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啊 就是毕竟这个游戏呢 是一个RP游戏 你的这个输赢是跟你抓牌 还有还有跟你的身份位置 和你随机拿到的武将是有关系的 只有看到每个人的主视角的录像 你才能客观公正的去评价一场比赛 比如说为什么他要在八号位置 选个朱尔克当忠诚 嗯 因为他的选项框里边 真的就是说都是什么假许草皮之类的 可能朱尔克是最合理的那个选项 呃 所以呢 就是呃 这个都是呃 请大家相信这个评委的评分啊 因为我们这五个评委无论是小如身健 bvd我还是中网 我相信我们的水平呃 对这个比赛来一个客观公正的评分是没有问题的 呃 然后再就是说跟你的发挥有关系 比如说像当天的这个比赛啊 pk他六局比赛四局都是内奸 呃 所以呢 就是对内奸来说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你连续几轮都是内奸啊 进行控场 呃 再就是说要顶着这么大的压力玩内奸 所以呢 我觉得pk那天发挥是非常好的 不仅内奸拿下一盘啊 胜利一盘内奸 胜下那三盘内奸即使他没有赢 但是他的这个控场啊 还有这个发挥都是比较稳定的 呃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二区寿司呢 大家应该对他也比较熟悉啊 他参加这个别人的比赛 也是获得了别人比赛的这个冠军 寿司的发挥就是比较稳定 呃 他这个就是可能随机到的反贼比较多嘛 因为反贼可以跟着躺赢的 所以这个打牌的主视角这个亮点 相对来说就没有pk那么多 呃 但是我觉得寿司 嗯 也是实至名归啊 第二名可以的 然后重粉呢 也是发挥也是比较稳定的 他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啊 也是别的去来找我的一个粉丝 呃 打牌也是我觉得是很好的 嗯 好啦 然后恭喜下这三位选手 呃 最后呢 恭喜下重粉啊 这个读得闪电大奖啊 呃 这个可能是继承了我比较招聘的这个感觉吧 呃 所以呢 拿了闪电大奖 替我拿了一个闪电大奖 呃 然后那个这个 嗯 这次呢 这个决赛呢 就告一段落了 也希望以后我要再组织这样的比赛 希望大家就是踊跃参加啊 呃 怎么啦 怎么说呢 跟高手同场竞技呢 会提升你的这个水平吧 如果就跟下棋一样啊 如果你一直跟一个下的比你差的人一起打 一起下的话 你永远不会觉得自己下棋很差 呃 你反而会觉得 哎 我总能赢挺好的 当你遇到比你玩的好的人 比你下棋好的人 呃 遇到一个高手的时候呢 可能就是会有一个差距在这里啊 呃 只有跟高手玩吧 才能更好的进步 嗯 也欢迎大家这个加入我的这个工会 呃 加入我的群跟我们一起进行游戏 呃 相信我们的这个全体局是这个三国沙 呃 online吧 呃 比较最久这样的局啊 嗯 好啦 然后我们就是看一下这个 今天的这个录像吧 呃 因为是PK得的冠军嘛 我放了放一下那个决赛时候 PK内奸赢的那场比赛 呃 然后再放一盘PK其他的时候玩的这个主视角的 大家来看一看吧 PK呢 以前我给他做过一个这个 嗯 二区大神教你玩内奸系列吧 他的一个将为内 大家就是通过那一个视频也可以很好地看到 就是一个玩家他的这个整体的大局观 还有他这个控场的思路啊 好了 然后我们下面来看录像 哎 好的 然后大家跟我一起来看这个比赛录像 第一盘呢 是PK当时当天晚上这个比赛的时候 第三局他这个内奸 呃 咱们看一下吧 这个 这些选项呢 因为我们是禁元术的啊 所以不能选元术 不然的话元术肯定是最好的 然后呢 你在选与主攻局这个位置选元少当内奸也是可以的啊 呃 算是一个前置位吧 如果二三号位置都是忠诚的话 这个元少也是可以的 呃 但是嘛 就是大嘴的风险就在在于这里啊 就是赌一波所以呢 选选控场那也是可以的 这里边他选了一个中会 呃 既然有一个比较合适的这种后期单挑 单挑比较强势的武将呢 嗯 可以选的话 咱们就不赌那个元少了啊 元少毕竟当内奸这个嘲讽比较高 然后也考验一个主攻是否信任你的问题 我们看一下场上这个武将啊 就是说呢 在一个玄域主攻局吧 二章他跟玄域的配合 他们俩的技能是相冲突的 所以他是比较偏反的 主攻这里边进行一个盲居是没有问题的 呃 我觉得呢 玄域主攻局二章反是可以选 就是你可以离主攻远一些啊 就是比如说四五六号位置可以选嘛 你这么近二八位的二章 主攻都不需要起距离 直接就可以盲居你的啊 玄域这里边应该是抱的没有杀 手里是手牌是没杀的 这里玄域跳忠神 我们是内奸啊 所以这一定是个忠神 呃 这里边啊 大家看一下玄域打的是比较奔放的啊 桃子也扔了 然后给我们中会卖了一个拳 这里肯定是要补玄域的 卖一些 呃 现在呢 就是玄域这里边就是猛揍二章 因为太反了 这样里啊 这里啊 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因为这局武将的缘故 比如说寒当是可以当中的 高顺也可以当中 流血貂蝉这都是可以当中的 流血貂蝉是为数不多的玄域主攻局可以当中的这个三血武将 这里边寒当的这个过拆完全没有必要拆冰凉啊 就是呃 我觉得是没有必要拆冰凉的 拆这个古丁刀都是可以的 或者拆这个简易码都可以啊 然后这里边我们给自己打无蝎 这里边就是可以跳了 咱们这里边可以优先拆简易码 呃 这个时候就是因为反财二章他已经是一个半死人的状态了 后边还有一个忠臣 无论流血貂蝉还是高顺任何人是忠 二章几乎就是一个走的节奏啊 所以就是咱们这边那间就直接跳了 把这个简易拆了 跳个内 然后这里啊 我想跟当时星辰玩的 呃 寒当跳反 给标一下 这都是跳反了 就是星辰这个牌啊 呃 关于他这个牌该给谁是比较有争议的啊 小如认为呢 是星辰应该这个打寻优 然后我认为他应该把牌给寒当 呃 那个给二章是肯定不对的啊 因为二章真的是貂蝉高顺 无论谁是这个反贼 呃 无论谁是忠臣呢 二章都是走的节奏啊 所以这个牌 这把牌应该是给自己的队友去拼悬优 呃 或者是拼主攻 这个就是给谁都不缘给二章的啊 然后悬玉 悬玉这里挂藤甲是没问题的 因为考虑到悬优肯定是不会打 不会开桃园的 肯定是以打输出为主 所以呢 就是挂藤甲了 好 这样寒当就贵了 什么也没做 他这个寒当是没有防御牌 一张闪都没有的 就为了给二章多扔一张牌吧 然后就第一轮就加油过了 这时候因为这个寒优手里面抱的是名桃子啊 所以肯定是要打寒优的 不能让他把桃子喂给主攻 这样是补牌的 呃 其实这盘的节奏啊 非常的快 我们可以看到这局就是说场上的输出很多 寒优 留邪 留善 包括高顺都是这么一个输出 所以局势推展的是特别快的 就是你那天 我们还没怎么摸牌呢 然后这个就 死了两个法了就 你这边给小点啊 呃 说我就给小点啊 不跟他硬拼的 啊 这里就开A了 然后我们看到吧 这个中会的这个就是全技能 它的这个收益是比较稳定的 就是掉一鞋肯定能刷一次牌 就和邓爱的囤田比起来呢 邓爱是出一张牌 然后囤一个田还不一定能囤上 呃 我们这个AOE来的也是很是时候的 这样就是运气也很好啊 直接就进入这么一个清场的节奏 呃 雪域这个武将吧 他跟别的武将不太一样啊 就即使他是四血 他单挑也是 没有什么单挑能力的 单挑的话就接近于白板 呃 这里我觉得可以开桃源啊 开桃源慢慢打 然后因为中会现在这里边是一个两拳的状态 马上就要觉醒 所以雪域这里边也不敢轻易的打中会 然后寒冰剑来了 呃 就是关于这个中会 这个武将单挑的问题啊 你单挑中会的话 呃 我个人认为吧 因为我孙权主曾经单挑中会内 就是我认为你挑中会的话 得孙权这样的武将来挑他 主要是加一马卡中会的距离 然后慢慢跟他磨起AK一波带走他 别的武将挑中会的话 还是比较吃力的 就是如果中会这个武将吧 能跟一般的武将进单挑的话 应该没什么问题啊 这就是 而且他跟 还是跟雪域这种武将进单挑 所以呢 呃 当时我们旁观的直播的时候 就直播的PK的主视角觉得他怎么也能赢的 就是时间的问题 呃 这就是说嘛 内奸的话 你选这样的武将可能初期他是白板 但是如果进入后期 像中会这种武将 他进入后期的话 单挑是比较强的 一时半会打不死他 我们看这是他去拼杀了啊 其实这里可以不拼杀的 因为你有闪啊 有闪的话 你就不怕寒冰键 这里我们回血 因为被乐了 结果运气很好啊 天然过乐 呃 这个闪电可以不挂的啊 你跟他单挑的话 嗯 就是优先下这个中会的距离 我们现在一个过拆都没拆的 找到啊 这个拆不掉寒冰键 呃 然后 呃 我们当时挂闪电 是因为有两颗桃子啊 这样就正好卖全了 这个PK当时是考虑到 可能拆不到寒冰键的 所以呢 就是 闪都没有制衡啊 全都留着了 啊 咱们优先顺寒冰啊 把寒冰顺了 然后他顺的是八卦 是我我就顺寒冰了 顺了寒冰 把寒冰囤到拳里啊 慢慢虐寒冰是没问题的 然后重本的八卦不太好 全是黑的 其实呢 就是说 嗯 寒冰这个主攻吧 那个因为你要面对的 另外一个那一件事 别人的话可能还能打一打 但是是中会 就是比较难打了 啊 这样我没有固定刀的啊 就赢了 稳稳的赢了 嗯 然后这局比赛呢 就是感觉这个PK主视角 看起来 so easy啊 拿下这盘so easy 关键的一个AOE 这个来的太是时候了 啊 这个怎么说呢 我觉得呢 对内奸最好的节奏啊 不是打什么主内反之类的 就是内奸最好的节奏呢 其实就是受的干扰越少越好 因为呢 进了主内反 那么肯定谁都有赢的希望 呃 反贼可能会联合主攻来削弱你内奸 所以我觉得呢 就是对内奸赢的最好的人 这个身奸以前也说过这个问题啊 内奸赢的最好节奏就是一波带走所有的人 无论你是进行一个虚报 还是说你RP好 来了铁锁九属性杀 还是来AOE 呃 这种一波带走全场 一波带全场飞 直接跟主攻进单挑的这种节奏是最好的 如果你要是能赶上 就是我有一局在孙策局啊 我将为内奸赢 就是这么一个节奏 是五人局的时候 我一波把所有人都带走 直接跟孙策单挑 虽然是觉醒的孙策 但是呃 他觉醒嘛 就是一轮莫三排 回不起来学 就是我将为赢 就是这么一个节奏 所以呢 呃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内奸在进行控场的时候 用热的话说嘛 这叫深海虚报大规 然后一波带走所有的人 这个是 我觉得当时PK运气也是比较好 来个AOE嘛 没有办法是啊 这个中反互相打这种节奏 你内奸就偷着乐吧 反贼打忠诚 忠诚打反贼 这对内奸来说是最幸福的事了 然后我们看下一盘 PK内奸的这个主持角录像 啊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下一局啊 这个是PK在孙策局 玩的一局邓爱内 嗯 其实呢 就是在孙权主公局 选选邓爱中会当内奸 是可以有的啊 呃 这个就是说 选了一个稍微偏降游的内奸呢 你就要做好一个准备啊 呃 做好一个准备 就是说可能相对来说 你可能会控场无力一些 因为毕竟是偏白板一些的嘛 但是怎么说呢 呃 有的时候剪剪漏子 也是很好的 因为孙权主公局 注定会选那种嘲讽的忠诚啊 可能就是忠诚帮你打反贼 反贼不得不去打嘲讽中的这么一个地步啊 现在就是我当时玩了佐词 然后我跳中了 直接就跳中 咱们乐寻语不让寻语动啊 呃 无论他适中是反 保护 适中保护他一下 适反不让他动 然后应该也不会有人轻易给寻语打无懈的 我们可以看场上吧 就是输出武将 向流邪 貂蝉 这都是 包括寻语啊 都是可以当中当反的 然后这局的江面非常的昏 啊 这里边邓爱就直接跳中了 其实这位置也是比较像一个内的 我和大家说一下 孙权局的这个八号貂蝉啊 呃 这么说哈 就是是我的话 我不会轻易在八号位置选貂蝉当忠诚的 呃 我也不会在八号位置轻易选貂蝉当反贼 除非我的选项框真的是弱到家了啊 因为呃 就是貂蝉在八号位置太脆 前面的人跳完身份 你可能就直接被拘死了 或者是被乐了都不会有人给你打无限啊 七八号位本来就有个恩怨在这里 所以呢 你这个八号位置的貂蝉当反当中 怎么说呢 呃 看运气啊 手排好呢 我要自己出排回合 大师这里边就是跟布脸师要的一样都跳反了 其实场上啊 这局对内加来说其实是非常难控的 因为毕竟呢 这个 嗯 鲁肃 流血 包括布脸师最后剩那个追野 都是很致命的啊 这里边孙权腾甲很给力啊 防了一个AOE不说 然后还防了一个拼点 雕权这个不知道手里是什么牌啊 用不出去的牌 闪闪淘淘淘什么的 主攻这里边不应该扔藤甲 首先我左辞这边会有AOE 再一个呢 就是说流血还会有拼点什么的 然后他这里吧 非常奇怪啊 为什么要替换寒冰剑呢 就是你刀不应该扔的 你本来这里边就没有补牌的 补牌的都不是你的人啊 群育 布脸师 流血 这三个补牌包括鲁肃 都是反贼 没有人给你补牌 你就这些手牌了 你为什么不录哪一张牌呢 你就让布脸师去撸呗 布脸你的就录貂蟬的 都是一样的啊 然后还是个黑桃 你说青刚还是黑桃 不应该换的 这里边就看反贼有几个桃子了 布脸师桃还是很多的 然后这里啊 就是我当时化身 就是黄中 祝容跟这个独裁嘛 是绝对不可以挂断肠的 因为群育如果来一张沙 杀一刀一区虎 可能就直接打球桃 就是说把这个 把这个那个主攻断肠了 或怎么怎么的 但是我估计能 是能有桃子救我的 可能 因为主中方还没出过桃 应该是会有桃救的 你挂背哥吧 背哥起码还能判一下 其他那些武将都是回合外都没有技能啊 就是挂背哥得了 然后这样就死了 这就 就是雕山可能也怕桃子被撸吧 就救了一下 就死定了 然后这样就是 孙玄还是救了的啊 待会儿留学还有拼点呢 大家看啊 就是这局呢 邓爱我们是 就是比较酱油 但是你邓爱这个武将选出来呢 布列师也好 张河张辽 鲁肃 这些撸手牌 撸装备的人 一般来说就不会优先撸你的啊 然后这孙权就是要裸奔了 这里边我们内奸可以考虑救下 因为反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 没有人给孙权补牌啊 孙权就是自己裸摸两张牌 然后制衡这么一个状态是可以救一下的 毕竟这医血的这个佐词在这里 待会儿大家还会继续打佐词的 主公这里啊 可以顺人王顿的啊 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就是他这 他出牌问题很大的 你顺个防具给自己吗 然后这里就是 选放权了 给貂蝉 我当时选择给貂蝉的 毕竟貂蝉可以能打出双杀来啊 然后这不知道他想什么啊 你既然是这种牌 拆人王 然后考虑先离间流鞋 掉一鞋 然后杀流鞋啊 就是抢流鞋的人头 是这么个节奏的啊 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出 就是楚中方这局 其实还是很有 有希望赢的 有希望的 那个 能在这轮把流鞋给收了的 但是他就是打的不对啊 这里咱们邓爱抢人头 大家看到吧 这是这轮呢 这个 这个人头呢 就是邓爱 他虽白板 但是你能抢到人头 就可以有足够的牌嘛 起些装备什么的 然后这里边就是貂蝉 是反贼是 肯定是非常想弄死貂蝉的 这个流鞋是特别怕离间的 然后就是这种反贼 打忠诚的这么一个节奏 然后忠诚肯定是打反贼的 这么一个节奏 我们的小内就在这个地方 打酱油了 还差一个田就觉醒 只要场上再来一个AOE 就直接醒了 这个藤甲吧 还是说 就是你反正也没闪嘛 藤甲就藤甲了 还可以防一个拼点啊 咱们看啊 玄鱼这过了 估计没有大点 没有杀 然后抢到第二个反击的人头啊 这个邓爱 当时我说PK 我死了 我就过来旁观那个内奸了 看看他能不能 就怎么打啊 能不能赢什么的 然后没有想到 这人头被他抢的 这样觉醒啊 本回合就是觉醒了 玄遇这个乐天过了 然后这里有个驱火啊 大家看这里啊 就是邓爱 过了这么多排啊 然后就我们就稳稳的赢了 不练是这里就托管了 他不打算这个追忆这个孙权 嗯 就是追忆孙权吧 邓爱的这个状态特别好啊 所以我觉得最后也是这个邓爱赢了 就是你 玄遇这里边你驱火的时候 你要想一个问题啊 那个可能玄遇不驱火也是邓爱赢 但是你就要考虑个问题 邓爱收了两个人头 收了六张牌 然后你说可能会没有什么 那个没有那个大点嘛 就是这一点还是不够大的 拿K驱火都要考虑清楚一些 而且当然肯定会有桃子的啊 然后这样的话呢 嗯 我们看一下吧 就是这场比赛呢 就是中反的这个降面 可以说吧 都是很好的啊 这个尤其是反费的降面 非常好 那个在这种这么强势的这个降面下巴 嗯 也是因为忠诚是必须得打死的 刁船 还有这个佐词 佐词是真心的 就我觉得佐词你可以 放着不打啊 你一个破毒菜有什么可打的呀 反贼就呼上去了 全都打佐词了 然后这样的话 就是这局比赛呢 就是咱们那个内奸 就是so easy啊 PK的内奸 为什么都是赢得这么easy呢 然后结局呢 我给大家放一盘 这个PK佐词内奸 在袁绍子攻击赢的 那盘录像 非常的搞笑啊 是他打路人局 就是路人选个袁绍 然后他选个佐词内 非常搞笑 大家就是 抓把瓜子 然后边刻边欣赏 那盘搞笑的录像吧 看看我们PK的 这个佐词内 是怎么赢的 好了 然后这个 这期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 这个有内奸 主视角玩得好的 来投稿啊 然后再就是说 玄优和鲁肃主视角的 我这个专题 是一直会往下做的 做这个鲁肃跟玄优的专题 欢迎大家来投稿 另外推荐大家 就是在玩的时候啊 不要刷手机卡啊 因为 一个运气游戏嘛 其实手牌是那样的 你用这把牌赢了 才是 这个比较好玩的事情啊 靠手机卡刷出来的 各种 各种各种吧 都是没意义的 有的人可能就说 我那个八号位 我怕酱油啊 我就要刷手机卡 从此想跟大家说 一个问题啊 八人身份局 你的随机给你的武将 随机给你的身份 随机给你的位置 就决定了你这局比赛的 一个大前提吧 你不能说 呃 不能说因为我是八号位 我怕酱油 我选了一个貂蝉也好 我还是选了一个卢素也好 我怕酱油 我就狂刷手机卡 呃 也就是说 说白了 三国杀有些武将 他就不是一种全身份 全位置适合的一个武将 你在八号位置 就注定了 你选三血脆皮 你就注定了冒着被酱油的 这么一个危险 如果说手机卡 你把手机卡 呃 算作三国杀的一部分 我就是想问大家一句 你现实中跟你的爸爸妈妈玩一个扑克 然后抓了六张牌 或抓完一把牌以后 你说 妈 我牌不好 我想重新换一下 咱们重新抓一次吧 你能这么说吗 不能吧 同样 就是 在现实中你玩别的 呃 你玩别的扑克 你出去打麻将 然后你抓了一把牌 然后你跟同桌其他三人说 哎呀 我牌不好 咱重新抓 来重新洗牌 重新抓 可能吗 常常是不会同意的 所以呢 online就是说 网络就是给大家一个 呃 一个平台吧 就是更容易凑成一桌 玩一盘游戏 无论是说打麻将也好 打不亏 还是三国杀也好 所以呢 你 是你可以偷偷刷手机卡 别人不知道 你不需要经过厂上 其他七个人同意 你刷手机卡 但是我就想问问你 你就这么玩 就说你这么玩 有什么意思吗 我觉得特别没意思啊 你靠着骑士给你的手牌 你赢了也好 你降游了也好 这都是一个运气 呃 也不说一个运气 就是这就是一个 这就是三国杀的这么一个节奏 手机卡的出现呢 就会大大的破坏了 游戏的这么一个乐趣 在这里啊 这就导致了 你不合理的位置 你也可以选一些脆皮 我就是八号鲁苏 我就狂刷手机卡 无限闪闪桃 我就是不会降游 然后 从而呢 就让这个游戏变得 嗯 怎么说呢 或者是就是高顺 我就是高顺反 我起手就刷 呃 三个杀加一个大K K也是个杀 然后我也不管了 我就秒主 就这样的 就是这样游戏变得 非常的没有意义啊 呃我不是说要 就一定要不刷手机卡 呃 我是希望在我房间玩的 所有的玩家 你们不要刷手机卡 就正常玩 大家都不刷 挺好的 所以呢 我的主视角这个录像 是绝对不会做刷手机卡的 这个录像的啊 就是大家投稿的话 如果你刷手机卡的话 不要发我右箱啊 不要给我投这样的录像 呃 我不看这样的录像 没意义啊 然后呢 就是呃 希望大家把这个 呃 换奖卡也要少用啊 其实无所谓的啊 这个那个选选洋框中最给力的那个 就是即使是呃 你是忠诚 你只要不选出能被主攻盲剧的那种武将 就可以了啊 然后呃 希望大家这个三国杀游戏愉快啊 毕竟这个游戏还是很好玩的 嗯 然后我们就下期再见 结果也重置给大家加首歌曲 然后来放PK那个 很搞笑的佐词内奸营的 嗯 然后我们下期见啦 嗯 大家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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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虹色染上 踊る戦士達 暁に劇場を照らし出す乙女 悪を滅ぼして正義を示すのだ 走れ高速の帝国歌劇団 唸れ衝撃の帝国歌劇団 走れ高速の帝国歌劇団 唸れ衝撃の帝国歌劇団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感谢观看